在這邊我們考慮到這個所謂的激增效率跟工品 樣能特色代表是一個工品 那麼激增效率是怎樣能夠成本更低一點 所以我們先介紹一下日本 日本大概是比較考慮到蠻多的這個所謂效率的部分 所以它有一個概算的定額擴阻 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第13類這個日本的 這個新資所得的計算過照 它是薪資收入減掉薪資所得的概算費用的扣除額 概算扣除額 再減掉特別支出扣除額 它是用三個過照來反應這個薪資所得 而這個概算的費用扣除額 它不是一個固定金額 它是按照所得的高低乘上一個比例 這個比例大家可以看出來大概是一個累退的比例 你所得越高當然費用相對會增加一點沒錯 但是不可能一直無限比例增加 所以它會累退 所以在第13類這邊我列了個表 這個網路上都有 這個是日本國稅區 它在網路上公布的這個資料 這個表可以看出它是採的退的 那以一個金額比例來設算 那麼這個概算的這個費用的扣除額呢 其實它還分兩個過照 它其中的根據智本金子弘教授的分析 它其中一個過照就是有其中概算費用的半數呢 它認為薪資所得只在稅法上是一個比較吃虧的一群 因為它比較不會逃漏稅 它幾乎是支支比教 這個分析都不會逃漏稅 那同時呢這個 要做租稅規劃中間也幾乎可以說沒有 所以它認為說這個行業呢 應該要給它特別的一種 跟其他行業要做一個條 從寬給它處理一下 所以這個概算費用的扣除額 有一半數呢 是要跟其他所種類所得保持同頂狀態 給它特別的一個扣除額 另外一個半數才是真正所謂的概算費用的扣除額 那這個概算費用的扣除額 假設你的實際支出 超過這個概算費用的扣除額的話呢 可以還是可以時報時銷 當然它會考慮到這個 這個基增的一個效率呢 它採時暴時銷的這種費用支出 總共有六大類型 六大類型就在職業這裡 有通勤費用的 上下班的費用 搬家費 因為你可能 因為公司指派職務 比如說把你調到台東去 那你一直要搬家 搬家就衍生 你的工作衍生的搬家費用 還有一個營修費用 就是在子進修 在子訓練的一些相關 跟職務有關的費用 還有資格取得費 這個特別比較特殊的是 資格取得費 那比如說你要考律師 你可以去補習 還是補習 那補習費用的話呢 就可以當你資格取得費 這個比較特殊了 還有一個就是 返家理會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到高雄大學教書 那你可能單身去那邊 那你一個禮拜回來一次 那一個禮拜回來一次 這個就可以報公帳 就是可以當成成本費用扣除 那麼德國也是這樣 他不可能每天讓你報銷 但是他說一個禮拜 平均每天回來 跟家庭聚會一下 這個是可以 就是每桌回來一次 晚晚的這個禮會 可以來當成必要的費用來扣除 另外就是前途的必要先會有 包括圖書會啦 衣服啦 服裝會 標籍會等於這些 當然我們說以上的這些費用 有些可能是 老闆啦 雇主都已經吸收負擔啦 所以他說 你如果提出這些事 報事要費用 必須要由這個雇主來證明 意思說雇主證明說 這是你負擔 我老闆沒有自己 沒有幫你負擔 大概是這樣沒意思 就是說 因為如果有一些費用 其實 其實比如說 假設我們說以前 臺北市政府 對公務員上班 他有給他這個 這個交通費托黑 那交通費已經托黑了 他就沒有額外交通費啦 所以你這個交通費要列報 就被你 被你 沒辦法列報 必須要是自己 實際有負擔的 那所以日本的這個做法呢 他用來考慮到勞工這個階級 他確實是 他有一些 這個 這個費用呢 他也考慮到 他跟其他所得的民品 所以他的概算費用 一看去是要做民品調理用 當然某種資本 是要卡個這些 有一些雜資 雜資 雜相的一些費用 他放在裡面 另外辦處的概算費用 是作為 跟持暴實銷做的比較 如果你 你採持暴實銷 對你有利 你就採持暴實銷 如果對你不利 你就還是採取這個 概算費用的扣除 所以 這個是 所以這個是 概算資出 超過這個概算費用的辦處 超過問題 可以額外在外加上台 等於是採持暴實銷 這樣 那這是日本的立法例 那我說 德國的立法例呢 他也是採取 概算費用跟持暴實銷 這兩個 那他的概算 這個費用的更別原則 你當然是要跟 這個A5支出 費用付出有關的 所謂的噪音原則 或者我是用一個 所謂的英國關係 就是說 你這個嚴厲目的 是不是 為了獲得收入 跟A5有關的 自己說 這個費用的決定 支出 是由 納稅有自主決定支出 是哪些 要支出哪些費用來獲得這些收入